台媒援引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 在美国的压力下 台军正在转向所谓堡垒台湾战略 把发展重点转为地面部队 现在还爆出 由于台陆军装备过时 军队训练不足 美方正协助台军更新装备 及协助人员训练 对此有岛内网友表示 台湾人不是该高兴 而是要感到悲哀 被美国染指的人或地区 有几个有几处是好的 英国广播公司 以美国正悄悄武装台湾为题 报道所谓堡垒台湾战略重点 转向台陆军 以击退在海滩登陆的解放军 必要时与解放军在城镇丛林作战 该报道也指出 台军的主战坦克虽有数百辆 却已老化 现代化的轻型导弹系统又太少 另外 台军指挥结构战术 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更新 很多阴线战斗单位 人力边线比只有60% 台军义务役有两年缩短之四个月 明年又要延长之一年 征兵制度形同被破坏 年轻人甚至戏称 四个月义务役向夏令营 近期志愿役招募不足 义务役是否要上战场 成为党内热议话题 民进党当局的说法也一变再变 那你服完兵役之后要上战场 当然你要上战场 在美国巨大压力下 台军正转向所谓堡垒台湾战略 重点转为地面部队 但这不仅对台军来说是噩耗 对台湾老百姓来说更是灾难 准备台湾打巷战 过去都是比较重大的是空战 现在都不是啊 这是已经进到巷战了 美国就不断地去武装台湾 不断地在台湾打地面战 我们自己还说不是 这个很奇怪 自尊飞弹最多只要打四公里 你今天有标枪飞弹 自尊飞弹就是要打成正战 就是打近战 所有的炮弹都在我们的建筑物 这些民生设施上爆炸 那我们的老百姓呢 打仗最少台湾最少600到800万难民 何去何从 有专家指出 美国要台湾打城镇战 却兵推无数次 从来不敢公开台湾民众的死伤状况 一名台军方退役人士指出 台湾地下人愁 没纵深 缺腹地 就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 炮兵阵地转移 台湾就很难 台湾全岛几乎是城镇相连 仅台北 新北 基隆 桃源及新竹 人口已达1040万人 几占台湾人口近半 若城镇战开打 老百姓往哪疏散 地下室捷运站 能抵挡火炮破坏力 相关报道也引起岛内网友关注 有网友称 小心美国最终利用台湾当战争代理人 只为了继续称霸 还有网友表示 台湾人不是该高兴 而是要感到悲哀 被美国染指的人祸地区 有几个 有几处是好的 相关问题我们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林先生您好 在美国压力下 台军正转向所谓堡垒台湾战略 讲白了就是要台湾跟大陆打城镇战 但值得注意的是 美方的历次兵推 从来不提台湾民众的伤亡 美国这么做是不是把台湾民众 当人肉盾牌呢 美国人他根本不在乎台湾这边平民老百姓 在战争时候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过去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 提出的这个所谓战略主张 可是随着解放军这些年来 海空实力的大涨 不管是航母 飞机 还有相关船舰的数量 都远远超过台湾 所以后来又开始有说 所谓要奸敌于滩头 就是说在解放军登陆的时候 要把解放军消灭 到现在美国人认为 奸敌于滩头也没有意义 因为第一个你也阻挡不了 第二个美国人现在的想法 完全进入一个叫做放血战术的思维 什么叫放血战术呢 就是反正台湾看起来是守不住了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台湾跟大陆 斗得两败俱伤 虽然最后台湾被 解放军被大陆拿下了 可是也要造成解放军大量的伤亡 还有大量人员设施的损失 使中国大陆元气大伤 暂时没有办法继续跟美国做对抗 所以现在所谓堡垒台湾 说起来好像堡垒很了不起 过去二战的时候 日本人也是每个岛屿都把它要塞化 第一个所有的守军只能退守在这些所谓的堡垒要塞地下化的攻势里面 做困兽之斗 更重要的是平民没有地方逃生 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那这就是美国人的非常阴险的毒计 就是希望在两岸的这个冲突战争之后 结下的这个邪海深仇 很多台湾人死伤 每个人的家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家人 因此受伤或死亡 那使得这些台湾人就会仇视大陆 造成两边永远的不和 这就是美国人非常阴险的计划 堡垒听起来很好听 却不好好讲讲 那究竟会有多少台湾的平民 因为战争而受伤或死亡 这我想美国人的包藏祸心 我们一定要看得非常清楚 好的 感谢林先生的点评